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长沙喇嘛 谭笑喇 喇嘛 你是什么 喇嘛了吗 我没上几站是吗 小孩子几岁 半岁 你这个叫刚生完 真好 你身 你这个 你是 你怀着的时候 你多少斤 72 120 小孩子生下来多重 6斤 顺产 你是不是就是出去摘荔枝的时候 手一生孩子 巴拉就掉下来了 现在那个笑喇呢 是在这个中心 你是非常棒的一个民族企业 你是长沙人 怎么要跑到深圳去工作 我是10年 硕士毕业过去的 你还是硕士 我才80多斤 你80多斤的硕士辣妈 听得怎么像 80多斤的硕士辣肉 你刚开始一个人去深圳的时候 会不会不大习惯 深圳都是普通话 因为粤语我听不懂 但是普通话OK 不可能 你打车的时候一定是 你到那儿 那是河南 那是河南 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下一位 好的 嘉丽 嘉丽你是哪里人 刚肃人 甘肃人 一夜甘肃啊 为什么一夜 这场节目就是被你带坏了 一夜上哪儿啊 甘肃哪里啊 对 高速评良 特别好的 特别好的一个地方 比亚迪也是非常棒的一个企业 因为这个汽车的自主产业 是 比亚迪是做得非常非常棒的 是 你是什么时候去的深圳 我是毕业以后 为了想到去深圳呢 对啊 我也有家人在深圳 然后他们也属于去深圳的创意袋 你觉得深圳的白领有什么样的特点 深圳的白领白呀 特别白是吧 对 你现在有男朋友吗 曾经有 现在目前没有 目前没有 分手了 那你想找一个什么类型的男朋友 其实我就是觉得 想要找一个性格合一点的 玩的时候可以一起玩 玩完了还能 玩完了那你分手 他是玩得起的 玩的时候一起玩 玩完了 就是可以有一些那种 就一起去旅游或者是出去 共同的爱好 对爱好 身高有什么要求 身高要求 以前有一些要求 以前是什么要求 一米八 一米八 现在呢 现在降了一些 降到 降到多少 七五了 降到一米五 一米七五 你是不是每分一次手都会降五公分 那再过三年可能就一米三几 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下一位 是 宅南东的美女 颜丝果 您现在是在哪里上班 我现在在迅美网络 但是好像有一个比你们要厉害 哪儿啊 叫做颜耳 颜耳 姓雷不及颜耳吗 贴雷不及颜耳 哇 有够冷的 有够冷的 你觉得就是公司里面对你们这些员工怎么样 非常的好 因为我们公司的福利很好 呦 皮黑一下 各大公司的福利 首先呢 我们公司因为宅南比较多嘛 考虑到员工就是日夜加班 所以我们公司有健身房 很大 很大很大的健身房 三平 比公司都大的健身房 公司就在健身房上班 三分之一的面积吧 特别好 我们公司有福利房 然后有车 车的话 你买了公司的车还包邮 包邮 每个月的邮费全部都是 就是亲包邮 亲包邮 好不好吧 就是公司的员工 买了公司自己生产的车 对 每个月的邮钱 都报销 公司来出 根据你的那个职务 还有岗位的性质 每个月会有不同额度的邮度 根据你的职务 就是你们家如果种的是黄瓜 对 茄子 西红柿 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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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是根据你们家种的植物 植物 植物 对对对 夏涵 出国旅游吗 我们公司有哦 对对对 因为我们公司每个月都有团队建设活动 然后会在我们大boss的领导下 挑选一些员工和我们的粉丝 一起互动 去外面拍星星 拍美景 不仅可以工作 拍星星 还能 可以了可以了 哎 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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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人吧 星星 回来 变人 回来 在那个话 让你点灯了啊 星星变成人 变人 刚才为大家展示的是人类净化史 对化史 既然人家都说了人家的那个福利 我们也说一下 我们的福利嘛 了不起的湖南卫视的福利 对呀 八宝鸭 你就知道 那个 按脚 按脚 足底 现在呢 我们的福利 太多了 说不过来 你应该说 你应该说 我们节目组除了物质上的福利之外 还有精神上的福利 比如说 比如说 八宝鸭哥经常找我们开开会啊 我们现在有福利 我们现在真的是有福利 我们现在这个前停车瓶啊 现在是可以停车 可以吗 可以停车 我没车啊 可以停车 好啊 你没车啊 好啊 祝福你 因为我们的福利是员工停车都要收费